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有着国民媳妇一称的海青 最近又有一部新戏正在热播 那就是这部都市爱情剧《甜蜜》 讲述的是身为豪门扩胎的女主 一夜之间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毫不气馁一路拼搏成长 最终赢得成功的励志故事 海青饰演的《甜蜜》和迟帅饰演的刘德恩 是一对恩爱多年的夫妻 两人家大业大 刘德恩对甜蜜呵护有加 让甜蜜成为了一个养尊储优的副太太 结果没想到命运就是如此的喜欢开玩笑 刘德恩的公司甜蜜科技破产 她本人经受不出巨大的压力 最终因为猝死而去世了 就这样甜蜜的天塌了 好了就这张 就这张了我们给你定了 你赶紧睡会吧行吗 你看你喝了这么多酒 又吃了安眠药 这样身体会垮的甜蜜 海青这里的这段哭戏 是这部剧里经常为人称赞的一段表演 恩爱和睦的丈夫突然去世 只留下自己一个人 喝了酒吞了安眠药 却也还是睡不着 这种痛苦和绝望 被海青演绎的淋漓尽致 命运的玩笑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就在刘德恩去世不久后 多家债主找上门来 要求甜蜜还债 这下甜蜜才得知 刘德恩生前因为公司资金链告急 欠下了千万债务 然而这些债务如今都需要甜蜜来承担 就只让甜蜜一个附加扩胎的生活 一去不复返 这时刘德恩生前的理财顾问长盛 来到甜蜜家里想要给他帮助 长盛说明来意 甜蜜最终得到了巨大的勇气 于是便让长盛帮他录了一段视频 承诺自己会偿还所有的债务 后来为了偿还债务 甜蜜把家里的房子车子 还有自己的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 都拿去卖掉了 虽然只是杯水车薪 但也给自己争取到了几天时间 在此期间甜蜜投递了很多简历 但全都石沉大海 家里房子卖了 甜蜜起先先搬去闺蜜李梦家借助 但后来李梦家也遭到债主的威胁 甜蜜不愿意连累李梦 就收拾行李离开了李梦家 当晚甜蜜没钱住旅馆 只能流落街头无比凄凉 后来在长盛的劝说下 甜蜜搬进了他家借助 甜蜜多次出去应聘 终于找到了一份主任助理的工作 结果刚上手就要负责一项 清算破产文件的任务 本以为可以做得很好 没想到竟然看到甜蜜科技 瞬间想到丈夫刘德恩 完全无法接受 索性主动放弃工作 甜蜜又接连面了好几个地方 却都被拒绝 最后在李梦的推荐下 来到李梦工作的4S店应聘 老板了解到李梦与甜蜜之间的关系 对他很是同情 索性破格录用 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考核 导致甜蜜激动落泪 另一边 长盛创业失败 决定从零开始 打算发展公众号自媒体事业 甜蜜听闻顶级公众号的 一年广告费高达几千万 于是立马有了想法 要求加入长盛的公司 成为他的合作伙伴 长盛没有余钱再发工资 只能答应会给甜蜜30%的分成 甜蜜经过考虑 最终还是来到4S店辞职 与其每天做着可以预估的工作 倒不如和长盛一起闯一把 于是两人一起开始了创业 虽然说本剧名字叫甜蜜 可剧情却是起起伏伏 大悲大喜 像极了真实的人生 事业的风险 病痛的缠身 父母的束缚 大获临头的不确定性 每个人都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 海千作为女主 向普通人的辛苦和奋斗 演绎的细腻自然 当然 影片迎来好评的同事 也会有相反的声音出现 本片出发点是一个豪门家庭 编剧在尝试构造一个 金斯塔塔尖的世界的同事 又花费了大量的笔墨 去描绘小区里大爷大妈的故事 让一些观众感到很突兀的割裂感 而且有不少观众提出 本剧作为一个都市爱情剧 叙事节奏过于缓慢了 光是刘德恩公司破产这一件事情 就花了一整集的时间去讲 另外 剧里原本甜蜜和长盛会发展出恋情 但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 也升温的很慢 本剧一共38集 直到第15集 两人才决定一起创业 让很多观众朋友看着干着急 不过小编认为 既然是从生活出发的剧情 节奏慢一点也是无可厚非 毕竟我们真实的生活里 一切都需要过程和等待 从另一个方面去想 反而是这部剧真实的体现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每个人的幸福和痛苦 都需要漫长的过程去沉淀 这可能也是这部剧 叫做甜蜜的原因之一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